Kara聚和拉精传服药过量自杀公司澄清失眠送医 27岁韩国女团Kara成员聚和拉二年前离开原公司,改成为裴永俊旗下全力发展戏剧事业。 今年未推出新作的她,金金传她试图自杀,因服药过量而住院,不过她经纪公司在台湾时间下午4点立即出面否认,表示她从以前就因睡眠障碍、失眠和消化不良一直有持续接受治疗,传闻并非事实。 据和拉福夏医生所开的处方药后,因状况没有好转,今天到医院接受检查,经纪公司透露检查也可能进行到明天才会结束,但强调并没有非常严重,请外界不要再散布假消息。